三重先生供要和全民一同防疫 从2月13号开始 每天8点在庙内发送次氯酸水 民众必须自行携带容器来装 每个人最多领取1000cc 民众带回去之后 可以喷洒环境 或者是作为个人的卫生消毒使用 这个大桶子里装的是 具有消毒效果的次氯酸水 三重先生供为了和全民共同来对抗疫情 从2月13号开始 每天早上8点在庙内发送 因为这个次氯酸水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消毒药水 那这个消毒药水 它的消毒的杀菌力 比酒精 稀释的酒精 比漂白水都还要强 它杀菌的范围非常广 非常有效的一种 一种这个消毒水 每一个人来拿1000cc 拿回去以后自己去 分装的小罐子 随身携带药 家里面出门回来以后 也喷一喷 做清洁工作也非常达到消毒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明天开始开放民众 每天大概以限量500或到1000个人 我们看那个量 每天生产出来量 我们提供给市民 所以免费来索取 但是要自备容器 提醒民众除了必须自行 攜带容器来装 每人每天最多1000cc之外 回去之后也千万不要曝晒在阳光下 尽量以非透明的容器来存放 这个次氯酸水是怕在太阳底下曝光 那如果曝晒的话 它会减少它的药效 所以尽量在放在阴凉的地方 那也是那个容器最好是不透光的是最好 所以保持那个它的有效的效 那个药效 那用完以后 我们会无限期 到这个疫情稳定为止 我们会每天来提供这个药水给大家用 次氯酸已经被卫福部食药署公告 可以作为用于食品之消毒成分之一 除了杀菌力强 使用的安全性也比较高 民众届时领取回家 可以安心使用 第九方见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